如今在大陆吃上道地的台湾味已经是稀松平常 所以不少台湾业者开始创新思路 打造出更具新意的美食 进军大陆市场 这是我们怪兽 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区 怪兽之王现身 紧紧抓住人们的目光 冰淇淋跨界和上海迪士尼等玩具品牌合作 利用网络打卡活动扩大影响力 香菲哥几辣 你说吃下肚吗 还蛮爽的 而且我很喜欢巧克力 所以我因为巧克力关系非常吸引 然后又是我很喜欢的电影 会烤两片不同颜色的饼干 然后另外面棚面的部分会先去帮它上色 然后做出它内脏的颜色 跟那个玩具家联名一起做的饼干 从小店起家 在台湾营的市场 年轻团队又吸进大陆开拓分店 试着自制配件用手工饼干突破框架 创造出更多新颖的冰淇淋造型 我们蛮期待未来这五年十年 我们可以在各地 然后将台湾的一个产品文化 去做到一个曝光 年轻团队用创意打动人心 台湾老字号酿醋厂商 也积极转型西近大陆 把冰块打成碎冰 加入芦荟爱玉 最后加入蔓越莓醋 不只让顾客醋进大发 更碰撞新鲜感 不只受到台湾当地饮料连锁店的青睐 这家老字号醋厂也发展出自由品牌 果醋饮品销往大陆 去大陆当地设发酵厂 那当然也是跟对方一起合作 设发酵厂 这个东西也是强强联手的 在衍生出来的第二阶段的目标 醋厂直接投资饮料店 联手把传统醋品大改造 从销售端回推到供应端 台湾酿醋牢厂稳扎稳打 让这档吃醋事业穿梭两岸持续发酵